行程 我們第一天從板橋出發 然後到武林農場吃午餐 然後到登山口 然後到西卡山 分時表我們等一下看下面有一些地方有要講 然後第二天就是從西卡走到369 第三天從369 然後上群山土峰 然後再下山 這樣子 這個我們要看分時表看起來更清楚 水源 西卡山莊第一天晚上有水源 369山屋第二天晚上有水源 這個水應該都是下水台所說穩定的水源 因為都是用吸溝的水 它不是那種山屋收集的水 所以應該是那種穩定的 應該是這樣子 369的水是從 黑車裡的那些水源 對 然後西卡山莊會進在那邊 但副作是因為要去引那邊吸溝的水 所以進來那一邊 所以說水平應該是相對穩定 好第三天 就是369繼續回去 去主峰 再回來369 然後再回到西卡 所以說都有水的 危險地形 沒有 所以說我們不需要帶確保的東西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很重要 撤退跟應變的計畫 在行程前 如果有颱風 如果有豪雨特暴 我們行程就會取消 好不好 這樣OK嗎 33都要看老天爺的面子 蘭大哥是這樣講的沒錯 對啊 老天爺決定已切 對 老天爺決定已切 我們是3加決定山上 這個能力真的有限 所以大家3加的不規 規畫得很好 3加的事情就很少 那3加沒有規畫 3加的事情不大規 老天爺都沒有辦法 所以一心開這個課真的是 我覺得是活心難以 對啊 好 如果說你有感冒或者是受傷 你沒有跟我講 那是當天來上車前 我一定會看到 好不好 嚴重到我看得出來 一定就是很嚴重 對不對 事情的話我會勸退 我就不讓你上去 因為你會危害到整體 OK 對你本身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剛才說高山症會發生 你感冒上去就幾乎會發生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利用的 我們會扣除室內客 跟室外客的費用 會員600 會員800 好不好 然後呢 扣除車資 因為那個錢 車子已經叫下去了 好不好 扣除車資 然後其他的就退給你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子可以 然後不要到時候 都在樂國的粉絲裡面留言 為什麼我要沒有錢 好不好 我們有錄影錄音 好不好 這是開玩笑 但是我們認為 我的重點不是在退錢 我的重點在前面 生病受傷 各位 我們爬山的人 在山下要更會照顧自己 我們不能夠感冒 我們不能夠受傷 因為我們只要一感冒一受傷 我們就不能夠散散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更能夠到路仔細 我們一定要很注意自己的體育狀況 所以說爬山的人 我覺得生活習慣都會很好 至少我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現在都十點睡覺 可以的話 就是說 然後呢 有在做體能訓練的人 有在做健身的人 各位 行程前 最好是單週啦 至少兩三天前 就不要再去做很劇烈體能運動 我們要保持最好的狀況 來善傷 不管是什麼行程都一樣 因為 最簡單的行程也是一樣 我們要把我們的狀況在百分之百 我們才有餘育去應付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不曉得嗎 對 好不好 好 那是行程前 行程中 我們來看第一個 如果說第一罐 就是第一天晚上 住在七卡的時候 有高三反應 各位 高三症的藥物 只要是吃的藥 各位都要自己準備 因為是藥是法的關係嗎 還是 什麼法 對藍 藥是法 因為我們向導 是不能夠給各位吃藥的 好不好 各位吃的藥 高三症的藥 腹瀉的藥 大家可能頭痛的藥 還有什麼藥 需要吃藥 直接藥 大概就這一些 止痛藥 譬如說 膝蓋痛 哪裡痛 人家痛止痛藥 各位藥物要自己準備好嗎 我們不會給各位吃藥 因為這是我們的課程 所以我更不會給各位藥 各位要自己準備 OK 好 然後呢 各位要吃自己準備的 服用了高三症 高三症的藥物 如果到了第二天早上 還沒有緩解 我們還是先走走看 這邊很重要 各位要提一下 我們還是要先走走看 但是隨著高度的上升 你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的話 你們就要下山了 好不好 這是第一天到第二天早上發生的事情 然後各位下山的話 回到七卡 就先停在那邊等 看看情況 如果還是很重的話 那就要直接回到正常口了 這樣是OK嗎 好 如果說第二天晚上 到了三六九 因為六到七十二小時 所以還是有可能會發生 到三六九晚上 有高三反應 還是要先吃藥 到了第三天早上 沒有緩解 你就不上山了 你就不去主峰了 然後會有一個向導陪著你 跟著你一起慢慢往下走 OK 然後走到七卡 還是不行 就再往下走 OK 好 通常你是可以往上發生 回到七卡 實在就沒問題了 就在那邊等吧 然後呢 如果說在第三天 再往主峰的時候 假設說第一天 有一個向導陪你下去了 我們有三個人嘛 第二天又有一個向導陪你一個人下去了 第三天 不是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第二個向導陪你一個人下去了 第二個向導陪你一個人下去了 就準備就下去了 就沒有再上機的到底了 好 那就是 三大哥 比我還要謹慎 我本來是很大 不是 這個是經驗 也不是用謹慎 你一定要這樣 這是所謂的SOP 你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你不能把隊 保證 這個領隊不會出事 所以基本上 一定要有兩個 走啦 這樣是兩個 對 這大概意思是說呢 一個隊伍 最少要有兩個向導 對 因為只有一個帶各位的話 如果怎麼樣了 你會怎麼辦 所以說呢 好 如果說 就是這樣子 一定要兩個 然後就不上去了 不過呢 以我們的規劃來說 發生的機率是很低的啦 對 那第一話 下去的向導 大概就說我們三個人籌籤 下去了還是要上來 沒有人都不上來的 大概也是 對 這個還是向導下去了 你怎麼能對付下來 你怎麼能對付下來 你下去了還是要上來 好 好 那 好 這個就是大概是我們 撤退應變的計畫 我們這個是很單純的行程 所以說 就只有Focus在高山反應 那其他的應該是比較少啦 應該是不會有 墜落那些的發生 對 應該是不會有 好 各位要看一下 我們向導帶的急救包 有這些東西 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 大致上就可以應付 我們在山上的力損 我們供應付的範圍呢 這些東西 做不到的東西 就一定是要找救援 OK 好 你們也要有自己的急救包 你們可以想一下 你剛剛會需要什麼 藥品 我們剛才講到了 你可能會起水泡 準備一些偷襲膠帶 你可能會有一些擦傷 就準備一些外傷藥 你可能講會領到 就去買一個糖膨 對 這些工藏包都有 但是第一個人用掉了 第二個用掉了 你如果是第三個人 交你有到 你就沒有辦法了 自己準備 好不好 自己要準備 我們接下來看 留守人 就是我們理事長 他每天晚上要傳簡訊 跟我們說這件事情 隔天的降雨機率 這是留守人 一代要做的事情 對 尤其是高山行程 他要跟我講價比距離 他要跟我講氣溫 有沒有抖降 他要跟我講 有沒有台工 或好雨特報 他要用傳簡訊 不要賴 對 再說那要收簡訊 而我出發之前呢 我要發簡訊 跟留守人說 我們這邊的天氣 我們的人員的狀況 很簡單的 好或是不好 也沒有問題 不會顯得太複雜 我不會說 雨昕的頭有點痛 或是什麼樣 然後呢 我們的計畫 有變動 有變動就要跟他說 這樣 三下才知道 我們今天要走哪裡 對不對 三下才知道 我們的人員的情況 好 OK 這個是留守人 留守制度 要落的就要這樣子做 但是 不簡單啦 對 因為都會忘記 好 但是我們這次是上課 所以說我們就要確實做到 我會請下寶 請我發簡訊 好 好 伙食 各位要分組 好 各位要分組 然後呢 谷裝 就是下寶 我們會帶一組外照 就是我們會有一組三成三的外照 以發 外移 好 然後我們會一定要包 我們就要 來